这是河美术馆首次举办中国青年艺术家的歌展 正是由于尼友宇的创作拒绝追逐当下的娱乐和风潮 在回溯经典艺术的同时 又能与建筑本体肃穆冷均的气质暗暗相合 展览既是一次对尼友宇创作历程的阶段性梳理 也是一场艺术与空间的 多层次对话 呈现在尼友于具体作品或者具体画面当中的时间感 我觉得是有两个 第一个是一个追忆性的 在另外一个方面 比如在它的类似于闪电 类似于装置这些方面 它又指向了一个永恒的时间感 三楼是围绕宇宙天这个主题 比如包括你们看到那个拱形 很多都是宇宙和星象有关 二楼呢是人 艺术史 卧室 美术馆都是人文的历史 一楼是地 那就是自然 包括那个大的瀑布 碎石 丛林 这都是地 所以孙航天地人和 和美术馆 首先一楼挑高特别高 作品关于地 关于风景 尺幅也是最大的 都集中在一楼 因为整个安藤忠雄这个建筑的一楼大厅 是一个空白的方盒子 我的设计是通过几张大画 为它量身定制了一个像屏风墙一样 而且是逐渐向后递增的高度 有一种一山更有一山高 山外还有一重的那种感觉 在二三楼 它是个圆弧状的通道动线 我们需要以不同的主题 设定不同的房间 让观众走过一个房间 再走过一个房间 每一次有不同的体验 而且尽可能的保证有一些惊喜 也要思考这种线性状的节奏 里面的那种疏密松紧 包括光线的明暗的变化 整个展览 严格说时间跨度有十年以上 现在回看这种感触很有意思 它就不再是技术层面上 所谓的进步还是退步 我基本能回想起 当初创作时候的状态 甚至有的时候是天气 甚至是周遭的事情 我觉得我的作品里面 一直围绕着限制这个词 比如说画框是限制 空间 空间的范围 空间的尺度是一种限制 拱形装置里面的这个形态 是一种限制 我一直对限制很感兴趣 所有的这种限制 其实是让我发挥自由的一个前提 包括我对材料的使用 包括我的装置的形制 看似我先给自己设置了某种限制 但是在这里面 因为有了限制 才能体现出所谓的自由